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旧的座边盖 拆卸下来 把旧的座边盖的固定螺丝和胶垫都把它拆掉 这款座边盖啊 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座边我们都可以把它安装上 大体分为两种座边盖 一种是尖头的一种是源头 我们常用的这个座边呢 是老一点的座边的 一般都是源头的 所以我们买这个座边盖的时候呢 要选择好这个尺寸 尺寸选择好 回来安装就非常方便 我们先把这个旧的这些螺丝和窖垫 先把它拆掉 另外还要把这个我们新买的这些桌子 水管接头啊 这个座边盖所所带的这个过滤器啊 各种水管把它安装好 因为这个水管啊 在这个我们原来座边的这个主水管上面 又加一个三通 加一个三通呢 这样才能呢 同时给水箱供水和座边盖供水 这样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这座面盖会有温水啊 冲洗啊 非常好 我们先把座边盖的固定螺丝胶套和托盘 先把它固定好 它这个座边盖的这个托盘啊 它是燕尾巢形式的 所以它在安装的时候呢 只要把这个底座托盘固定好 把这个座边盖的往上一推就推上 我们拆卸的时候你也非常方便 边上有个按钮 我们一按一拉 这个座边盖就下来了 所以在平时我们清洁的时候 使用和清洁呢都非常好 我们注意啊 安装这个这个笔座这个托盘的时候 不要把那个压板安反啊 这个铁的压板安反了以后啊 上面的盖就穿不进去了 它就涂出来的 铁出来以后呢 我们在推这个座边盖的时候 就挂不上 所以按照这个呢 安装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图纸去安装 看一下啊 它这个就是燕尾巢形式 我们把座边盖的按照这个燕尾巢 往前一推啊 这两面都是燕尾巢 往前一推就挂了 啊 这个座边盖的安装是非常方便的啊 哎 往前一推 好了 这就卡住了 我们还要把这个水管啊 都按上 它这个水管呢 有一部分是买做便盖的时候 自带 有一部分呢 还要自己准备 像三通啊 和一些街头啊 还要自己去准备 把水管连上 啊 就可以了 啊 这个 在滤清器 它有一个过滤器 这个座边盖的过滤器啊 这个螺丝呢 注意不要拧过紧 过紧 会把这个 过滤器拧坏 接上电以后啊 就可以试机了 啊 它这个 在做便盖的 左侧啊 有 各种启动按钮 嗯 还有一个遥控器 嗯 我们一般使用呢 嗯 遥控器就行了 啊 这个遥控器啊 嗯 有各种的 动作 选择哪个动作 啊 都可以 有热水 热风 啊 冲洗 啊 都可以 你要这个呢 我们先 试一下 啊 冲洗 我们先把这个毛巾呢 搭到这个Sensor 啊 这有传感器 搭个传感器以后呢 它这个才能工作 因为你不坐上 这个座边是不保用的 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 冲这支温水 啊 来回活动啊 冲洗 冲洗 冲洗完了以后呢 你看 你看 你这个 毛巾 拿掉了以后 你这个Sensor 这个 信号没有了 它马上就停了 也就是说 你一站起来 它什么功能都没有 你只要这个 传感器 这块没有 东西在这 啊 马上 它就停止工作 这个就Sensor 啊 另外它还有夜光功能 晚上的使用 非常方便 不管他人 孩子啊 晚上使用你都非常方便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喜欢的朋友 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